品牌发展分为几个阶段 以饮料店来说 第一阶段就是你的第一家店开始 生意越好就会有更多人来问加盟 但是现在处在这个阶段的人非常的多 你去看你家附近最闹闹的那条街上 是不是差营业的比例远远超过其他种类 第二个阶段是大家最难跨越 却最想达到的就是成为品牌 而你的加盟政策 决定了你能不能成功跨越栏关成为品牌 进入第三阶段时 就是在你以为找到共同打拼的人 吸引到一堆人加盟 离躺的转又更进一步时 但述不知一年后你心意焦脆 各种问题不断发生 员工怎么教都学不会 永远教一样做一样 管理出问题大家整天都在消满 常常偷偷涨价 生意又起起落落找不到原因 但你对这一切都无人为力 你以为的小问题不断累积 像滚雪球一样最后把你压垮 如果还有在这一切混乱中赚到一点钱 那就还能为了这一点小确幸 还不至于赶到抓垮 虽然通常都是看起来有业绩 但实际都是要赔一点钱 因为忘记赚的根本不够支撑 其他月份的亏损 要存活就要解决得了问题 成功的人总是少数 绝对不是简单的拓展加盟店 就能赚到钱 大家都在想这块饼 你的竞争对手太多了 不是注射个商标 搞好设计跟装潢 就叫发展品牌 关键就在 有没有办法提高自己的竞争力 进入第一个阶段前 先看看自己的组织策略 看看自己定的这些所谓的制度 到底有没有办法 持续为你累积优势 请不吝点赞订阅